跟大家看一個《紐約時報》的新聞 已經幾天前了 就是2022年7月11日 一個觀點文章 人們寫了文章去《紐約時報》 這個就叫做Robert Holyman 這位Holyman曾經在奧巴馬時代做過一些事情 給大家看看它的謀論 美國不能夠允許中國繼續主導太陽能產業 這不是你的問題 如果你想主導太陽能產業的話 自己努力 中國是自己努力 成為太陽能產能的主要國家 你們自己做不到就不要賴人 我們看看它如何賴人 內文說到 中國在2000年開始 對其製造商提供巨額的政府補貼的直接後果 它認為補貼不好 但大家看看它現在建議 美國政府也是直接補貼 一樣 它說從那時開始 美國在全球太陽能產業組件出貨兩宗 份額就是在2004年 百分之13 到了2001年 就不到百分之1 差不多 完全沒有了 過去20年 中國太陽能產業組件的份額上 由幾乎為零 增加到今天的百分之85 根據國際能源處星期一的報告 就說 在某些太陽能組件而言 未來幾年 這個比例可能上升到百分之95 簡而言之 美國是沒有對它的太陽能企業 提供充足的支持 在中國國家主導的市場 控制的戰略面前 是完全沒有競爭力 這是你自己說的 沒問題 那你便自己提高自己的競爭力 他就說 中國擾亂市場的補貼 不好意思 原因是因為中國太陽成功 所以擾亂市場的補貼 但你自己不發力 不關人事 繼續討論 他就說 商務部一直在調查 中國太陽能板製造商 是否通過第三國家 規避美國貿易法 你美國貿易法 美國生效 中國的貿易法 中國生效 中國的太陽能製造商 是合法地在中國進行生產 跟你美國沒有關係 現在很明顯 這個人覺得長臂管轄是必然的事 我不明白 為什麼美國有能力的長臂管轄中國 也說 即使美國知道中國 因徒稅 而將產品轉經東南亞進口 徒誰的稅 是徒中國的稅 也徒美國的稅 中國的企業 為什麽交稅給美國 尤其是不在美國生產 這些所謂的借口 完全激不起 是深刻看的 這是廢話 即是說了 他現在鼓勵 因此 國會必須就一項支出協議 達成一致 為大規模清潔能源開發 提供資源 及提供太陽能製造 稅收底面 不就是一樣 你又說中國有通過國家政策 鼓勵了太陽能生產 現在你不是一樣 所以 就是 過得自己過得人 這篇文章 從一個完全錯誤的觀點 出發來看 他就說 不可以把這個主要行業 受制於一個不遵守規則的大國 老老實實 全世界最不遵守規則的大國 就是美國 美國的總統可以上來 推翻已經簽署了一個國際公約 你不是不遵守規則 哪個國家是不遵守規則呢 不遵守規則